少女走进房中 看到了自己的客人 陌生的一足脸庞 让她内心泛起惊举 但男人却毫不在意 只把女孩当作发泄工具 这业余很大阿琪在雨水中冲洗身体 想洗去身上的肮脏 母亲做的和服也被老板娘扯破了 同时也扯碎了她逃跑的想法 于是阿琪将衣服改成了被子 决心留在这里还债 为哥哥赚取老婆本 既然下了决定便不再多想 往后的日子里 阿琪变得十分积极 甚至来者不拒 不管是肚子疼 还是其他的小病小痛 她都不放在心上 只顾着闷头工作 Shorts时常有限 订阅我不迷路 评论区置顶链接 观看完整版